爱奇的朋友们 123 we are one 大家好我们是XOM 大家好我是XOM的成员类 然后我在组合里面的担当是 担当是什么呀 跳舞 好 大家好我是XOM的Chris 我在XOM担当的是队长 然后还有球场 大家好我是XOM的陆寒 我在队里面担当的是唱歌 大家好我是XOM的成员 我的担当是主唱 大家好我是XOM 我在队里面担当的是 Rap 无数 身材 谢谢 大家好我是XOM的秀民 我的担当是 包子 好 好 好 首先 因为上年我们是分开活动 然后今年可以在一起活动 觉得很开心 然后 觉得12个人在一起也是确实是 力量比较大 然后舞台的展现度也更加的强 所以 而且这次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开心 其实也希望就是 其实今年比较可惜的 应该是没有很多就来国内 进行宣传 还有活动 但是也希望就是跟音乐朋友能够 谅解 因为还是有这个地区的一些因素 然后我们也会尽可能地都在国内进行宣传 对 12个人一起合体可以给大家展现很多不一样的舞台 然后再加上12个人一起合体的话 人多嘛 看上去就有气势了 对吧 然后再说也跟我们有一年多 然后每一年我们迷你 哎不妈妈活动的时候 我们是跟K 是在两边活动嘛 这一次合体的时候 力量也更大 对 这些大家都没有特别刻意的去 对 其实私底下大家都 像在活动的时候大家都比较累嘛 私底下都是一到家里基本上都是洗洗就睡了 因为特别累嘛 因为睡的休假时间也不是很多 就算休息的时候的话 大家可能都会去 去一块散散心等等 一块都相处得很好 一块去玩 一块去逛街 一块去买东西等等 大家都没有私底下就是 可以的去比较一下人气之类的 第一个我们在宿舍里移聚了 一边的宿舍里移聚了 一边宿舍里移聚了 但是 在那边宿舍里移聚了 一边宿舍里移聚了 咱又搭桑 六个人一起移聚了 现在的两个人 这次是Chen,Ruhan,Ray,Hanbang,Kris,Tao,Hanbang 这次是Chiu Min,Manag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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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是有共识的 因为我一开始在《狼与美女》的时候 那张专辑的时候 我是跟经纪人一块住的 基本上是看不到他的影子 这位经纪人的影子 太忙了 因为是大经纪人 基本上那个房间就是一个人用 一个人用 你想看音想看音想 想听歌听歌 你知道那种很自由的那种心心心 对吧 对,我都可以想起来 美丽就算哪个戏 一个人不然 哦,错 哈哈哈哈 每个人有的魅力不一样 你可以问一下哪 每个人魅力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特别的有人气 我觉得当然不能看个人了 我觉得当你跟六个人一块合在一起的时候 才是最好的 最好的 才是吧 又开始错 哈哈 《红》这个问题啊 一个是机遇啊 一个是运气 然后还有一个真的是旁边帮助我们的这些人啊 真的要说的话真的是说不完啊 或者是说 从 从 开始把我们召集了那些 那些 training的那些姐姐们 然后 到我们的老师 最后到我们把我们组建 然后把我们推出来 李秀曼老师 或者是我们的 金老板 然后 到最后我们的成员 每一个成员都是 因为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嘛 然后每个成员去 去了解这个人 然后去 就是包容这个人 然后 再到我们最后 我们出来了以后 各位粉丝对我们的这种 爱 然后再到 我们在 在采访的时候 所有的记者 所有的记者 都是对我们特别的友好 特别友善 然后再到我们的那些作曲 作曲家 每一个作曲家 因为 他们可能不能感受到 舞台前的光芒 他们可能一直在 幕后帮我们做事 还有我们这些 帮我们做造型啊 做服装的这些工作人员 真的都是 但是我觉得 应该不是说 就是我们 运气 我觉得我说我运气好 就是能遇到这么好 这么多这么好的人 然后这么多 能够帮助我们的人 我觉得这个是 走红的最大的原因 对 我觉得其实 这张专辑也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意外呢 为什么还有成绩 然后 从来说我觉得 尤其说压力的话 应该说是就是 每次都是希望能够给大家 带来一个更加好的一个音乐 更加好的品质 更好的表演 更好的一个exo 所以我觉得 这个压力是肯定每次都会有 因为每次想要做最好的出来 所以就是 我觉得大家就多多期待就好了 我们也会继续努力 你就是这么外面的女人 可以打奖吗 打奖打奖 这个 对 因为我们现在在准备 但是这个具体的时间 日期还是暂时不能 是一个秘密 对 再一次盛名学 大家不要相信造谣啊 哈哈哈哈 不会等很久的 对对对 嗯 有多想见我们 我们就 我们就有多快 回来看你们 所以期待吧 哦 人气王啊 对对对 你又开始 哈哈哈 我们的grace是第五 然后那是第六 你知道童谣偶像是这样 所以偶像是这样 偶像是这样的 自己的长相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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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说一下 对对对 第一名说一下 我 担不起 首先很谢谢歌音朋友 对我们这个xlm的支持啊 然后 也谢谢对我们的肯定 然后其实刚刚我在刚开始的时候 说 姐姐您说的担当吗 其实担当 比起担当呢 其实每个人都跳舞跳的特别好 每个人都唱歌唱的特别好 对吧 每个人都很帅 对吧 只是每个人欣赏的那个什么 那叫什么 审美观不一样嘛 对吧 所以 也希望多多看我们的别的 别的一面 然后可能 看别人另外一面 可能又会有另外的发展 或者是另外的那种一百八十度转变 也会有可能 对吧 所以 谢谢 各位 对 然后我们的一鸣了 说两个 担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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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真担不起啊 我真的很 很感谢 所以 能够这样投票 当然我们这个组合每个人都很帅 但是 希望大家在 单独关注我们帅的这方面的其他方面 我觉得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音乐 对 音乐啊专辑啊之类的 对 我觉得那也 会展现出我们更多不同的一面 更多的魅力 更多的实力给大家看 你去过鸟巢吗 你去过鸟巢吗 我 我在门口 没有进去过 对 其实我也没进去过 因为其实这次是 上年我们其实没有来中国 就是来国内开这个S&Town 其实挺可惜的 然后今年终于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 首先特别荣幸了 能够在鸟巢 真的是一件挺不可思议的事情 对于我们来说 能够这么快的时间 能够站到这么大的舞台上面 虽然说是一个加速演唱会 但是也是很满足